大家好,我是老何 说到啤酒呢 大部分人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啤酒呢 就是比利时的 因为比利时的啤酒相比德皮来说呢 没有了这些啤酒纯净法的一个约束 它能更多的更好的自由的去发挥吧 能加入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 使得比利时的啤酒呢 口味更加的丰富 也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 智美红帽的品鉴 这款啤酒呢 相信市面上大家认可度很高 而且也很常见 智美呢一共有四种 入门级的金帽 然后就是最常见的这个红帽 还有是白帽 那么顶级之作呢 就是它的这个智美蓝帽了 有那种大容量的蓝帽 据说跟咱们的茅台一样 很有收藏价值 这款红帽呢 它的原料里头有水 大麦芽 白砂糖 小麦淀粉 啤酒花 食用销料 酵母 酒精度7度 原味之浓度呢 达到了15.5度 而且它也是采取了这种 瓶中二次发酵的 这么一个方法啊 保质期非常的长 14年 我记得罗斯福是5年吧 这个是14年 很不错 这款啤酒呢 我之前喝的也比较多 它的这个特色呢 就是略微带着一点点这个甜味在里面 来吧 我们来试一试这款智美的红帽 一般看到这种颜色比较深的啤酒呢 我们习惯都觉得它会 苦度会稍微高一点 但其实这一款呢 它真的是带着一点点这个甜味 还有一点焦香味在里面 颜色啊 呈现了这种褐色 泡沫呢 丰富 有一点点那个焦香味和麦芽的香味 但是我就是 还是 喜欢得皮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那个泡沫绵密 细腻 那种浓郁的口感在里面 带着一点点这种 又是焦糖那个甜味的 然后还有一点麦香味在里面的这个气味 闻起来还挺好闻 确实是这样啊 就是你入口的时候 你就能微微的感觉到它有一点点甜 然后呢 它整个这个焦香味焦糖味呢 在后续的过程中会出现 回味还会带着一点点甜 挺好的 这也就是这个致美红帽 受欢迎的这个原因吧 酒精度 7度 麦芽浓度15.5 再加上这个微甜焦糖味等等 适合大部分人的口感 所以说很受欢迎 在这个四款皮油里头来说吧 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个红帽 我把它摇一摇倒出来啊 看看它的这个 相比刚才那一杯呢 这个就要显得 唇厚了很多 这就是致美系列的红帽 后续的还给大家来一个蓝帽的品鉴吧 确实蓝帽那种 我记得是 一升装还是多少来着的那个 很有收藏价值 好了 朋友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舒坦 拜拜